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海灯节奖励大改 三个纠缠资源将成为过去 5.2新角色V四季能改动 元神5.3卡池紧急调整 仆人插队复刻 海灯节混池名单安排 火神高频火候台 元神火神机制命座爆料 二命自变 5.1下半元时汇总 一件草行久来了 元神5.3火神同款夜兰协同攻击 两套新圣遗物曝光 仆人再次延期 元神5.1陪跑神池来了 平民直接起飞 5.3卡池强度调整 海灯节火神要求重作 5.3版本预计将在一月初与玩家们见面 这一更新将分为两个阶段 上半阶段将深入展开那塔的主线故事 带领玩家进一步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 而下半阶段则将迎来 被受玩家喜爱的海灯节活动 与春节时间相契合 为节日增添更多喜庆氛围 对于即将到来的那塔版本海灯节 玩家们对其奖励安排充满了期待 根据游网的活动设计 玩家们通常可以期待富贵登门时 联抽的奖励 礼乐四星角色的自选机会 四星角色皮肤的赠送 以及三个纠缠资源和两点体力的额外奖励 然而 随着那塔版本的优化和更新 有玩家推测今年的海灯节奖励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官方有可能延续去年的做法 继续提供三个纠缠资源作为奖励 但玩家们仍然希望官方能够进一步优化奖励结构 有玩家提出 如果能在现有的三个纠缠资源基础上再增加七抽 使得海灯节直接送出20抽的奖励 此外 还有玩家建议 既然每个版本都已经有了自选常驻角色的活动 那么在海灯节版本中 官方是否可以考虑加入一个自选常驻武器的活动 这样一来 玩家们不仅可以获得心意的角色 还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武器 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无疑将大大降低游戏的难度 在5.2卡时中 两位新角色恰斯卡和欧洛伦的V字技能也进行了调整 恰斯卡的V4改动主要体现在文字描述的完善上 实际技能效果并未受到削弱 他的离命状态在对单体战斗时表现出色 而在对群体战斗时 则可以与欧洛伦形成良好配合 尽管在对决能力上可能烧迅于龙王 至于欧洛伦 他的命做生伤被削弱 但回能能力得到了提升 总体来看 这一调整对他而言算是一次加强 虽然恰斯卡尚未正式走出测试服 但其强度已经从最初被寄予厚望的风龙王定位 调整为了类似风干雨的存在 对于这一变化 玩家们正视目以待新轮测试服的改动 以便决定是否抽取 不过 当前游戏社区内更为热义的是 即将带来的5.3卡池 其中流传的多种版本预测 最为广泛流传的版本是 5.3卡池上半将推出火神马威卡和咸云 而下半则可能是倩特拉利或申赫的组合 然而 最近又有新的声音传出 称贤云可能会延期至5.4版本 同时仆人角色有望直接复刻 这一消息无意让许多玩家兴奋不已 但请注意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传闻 具体安排还需等待官方甘地消息的确认 此外 海灯杰的混池也备受玩家关注 根据最新消息 该卡池有可能复刻甘雨 公子 消害白竹等任门角色 同时常驻池中的离乐角色七七 克勤以及胡桃野王再次登场 这一安排时的夜兰进入混混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在武器方面 预计阿莫斯之宫 冬极白星 盘岩杰绿 武功大剑拙风之刃和补斩 碧落之龙和审视之所等将亮相 关于5.3卡池中的两位新武星角色 火神马威卡的技能定位已经出入端倪 其元素战技分为单机和长岸两种模式 单机时武器将变为火炬并投资火球 而长岸则能冲向敌人进行攻击并获得覆魔效果 此外 他还能破坏武器跳上摩托车 大招则能提升基础属性 元素充能和抗打断能力 不过 这些技能能有可能在未来测试中发生变动 至于冰女角色 目前被描述为希格文的2.0版本 但强度上似乎并未达到玩家们的预期 5月1日下半原始汇总情况已出炉 领克玩家最高可获31抽 小岳卡玩家最高42抽 大小岳卡玩家则可达47抽 此次复克草神 陪跑四星为行秋 九席忍 赛索斯 堪称神词 火神角色具备协同攻击能力 类似夜兰 并可在大招开启时提供抗打断效果 但具体作用于前台 还是自身上不明确 他并非纯粹霸体 而是类似行秋的抗打断 火神还能为那塔角色回复夜魂值 这对于依赖夜魂值真意的那塔角色是巨大提升 此外 火神拥有完整的骑行系统 即攀岩 飞行 渡航能力于一身 整合了那塔角色的大世界能力 其技能机制是在于火元素反应时 提升反应元素的伤害 并根据攻击力提升自身伤害 主推攻击力倍率 火神的元素爆发还能为全队提供伤害减免 类似火属性行秋 关于命座 以命提升夜魂时间和协同攻击能力 增强后台输出 按命在于火元素反应时提升全队伤害 具体倍率区间带定 是命提供元素充能效率 但作用有限 满命时火神释放战技后 普攻或重机伤害提升 重复出后台转变为前台角色 协同攻击伤害也增加 在即将到来的5.3版本中 关于火神的技能定位核心圣移物的消息 引发了玩家们的广泛关注 据悉 火神将有协同攻击的能力 这一特性与夜兰颇为相似 能够在大招期间增强抗打断能力 并引入全新的骑形系统 当火神与火元素发生反应时 其伤害将得到明显提升 而大招更是能为全队提供伤害减免效果 此外 一命火神在血同攻击方面将获得进一步加强 又是一位不命座的神 与此同时 新圣移物的出现也备受瞩目 第一套圣移物两件套能增加攻击力 四件套则能在面对火元素敌人时提升伤害 而第二套圣移物则更加侧重于护盾效果 两件套能增强护盾强效 四件套则在护盾保护下提升伤害 并在攻击敌人时再次增加伤害 此外 关于仆人 阿雷奇诺的复刻推测也终于有消息了 此前 许多玩家都期待他能在5.2版本中出现 但没想到那位莱特直接占据了这个位置 然而 在5.3版本的复刻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咸云霍生鹤的身影 这也意味着在5.4版本中 我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权卡来正常 二部人 阿雷奇诺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当然 以上信息目前还只是网传消息 具体内容和真实性还要待官方进一步确认 但无论如何 这些消息已经足够让玩家们对即将到来的5.3版本充满期待 在5.1版本下半期 云神将复刻小炒成那西达与胡桃的卡石 这一消息无疑让众多玩家期待 更重要的是 此次卡石陪跑的四星角色正容一场豪华 赛索斯 行秋和九旗人这三位 这样的四星神词配置 无疑为玩家提供了极高的抽卡价值 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提升阵容实力的平民玩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焚的机会 然而近期原神社区中最大的话题 莫过于卡石消息引发的争议 先是论坛上爆出了关于卡石安排的具体细节 上半卡石为火神马威卡和闲云 而下半卡石则是申赫和倩特拉利 这一安排迅速引发了玩家的广泛讨论 上半卡石虽然看似没有问题 但神殖武器词的下毒现象已非首次 让不少玩家心生疑虑 而下半卡石中的两位新无心角色 虽然强度备受期待 但论坛上的某些消息却让人大跌眼镜 其中火神马威卡的定位问题 我也引人关注 作为人权卡级别的存在 他原本被寄予厚望 能够成为弗宁娜之后的右翼强力角色 然而近期却传出他可能成为大号迪西亚的设定 这一消息让玩家们倍感失望 因为如果真的如此 那么火神马威卡可能会面临重做的风险 据线下测试反馈 他目前被定位为赖场负C 类似于6符和6页 需要长时间战场 但伤害却未达到预期 这无疑会浪费主C的输出轴 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调整中 他的技能和定位或许将迎来重大变革